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决定来到各大学习社工 哥文比亚大学的社工学院让我找到了最后的这一块丢失的拼图 作为一个曾经的记者 重新地有一个机会去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重构自己的知识结构 建议大家尽可能多地去参加各大各个不同的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和论坛 然后在那些地方你会碰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 而这是成为一名各大的学生最重要的和最宝贵的财富 有机会实习是来到Columbia School of Social Work 最重要的一个经历 这是你在SEPA和在Business School没有办法得到的一种宝贵的经历 就是你可以作为一名学生进入到真实的社会工作的领域里面去和你的client互动 你去服务他们 你去了解他们 你去知道他们的需要 我在联合国实习的过程当中 也因为站在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 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将向哪里 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未来 所以这两年的经验 对于我来说是改变一生的 我也希望大家有我同样的经历 我知道来到纽约生活可能是一件让很多人头疼的事情 因为这里生活压力很大 节奏很快 但是我真心地热爱这个城市 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 这里的人他们关心他们的家人 关心这个社会 关心他们所居住的社区 他们很真诚地在努力地生活 我在这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我也享受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 我回国之后呢 主要是想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方面去努力 我希望通过自己以前作为一个记者和企业家的经验 结合自己在社工学院这两年的学习 共同地去探索如何利用商业的模式去解决社会问题 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包容和更多元化的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